历史今天,每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慈祭祖籍 今天要带您回顾慈祭人口中的师妈 上人的俗家母亲,王沈岳桂女士 在2010年的今天,病逝在台中慈祭医院 享其寿95岁 她对上人有养育之恩,也对慈祭有护念之情 我们一起来追忆菩萨圣体 2010年2月8号,王沈岳桂女士病逝 资深慈祭委员,也是上人俗家母亲 王沈岳桂女士,在台中慈祭医院安详往生 享其寿95岁 我这做这是没本钱的了 个子虽小,但笑声洪亮 逢人就说慈祭是 十二号举办告别式 遵循佛教仪轨,简单隆重 再次为晚辈做示范 上人每回行早 只要有时间,就会回到台中 探望苏家母亲 并她前的最后一段谈话 慕虑两人,依旧是心细着众生 让菩萨放下了生死自在 留给后人永恒的典范 记得那一天,我接到了这样的信息 心里不断的被痛 但是还是在说,希望我们路都是自己铺的 路既然是自己铺的,基本也是自己写的 一切的一切,万般带不去 所以唯有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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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福报 她就去 所以这个时候不需要再惊劳到其他人 所以只要全程地为她祝福 这个告别事,只不过是人世间的一种的仪式而已 其实她从那一天开始 其实她从那一天开始 信念的慈祭已经高时间 她已经再回到慈祭来了 所以没有哪一个时候叫做告别 其实人生啊,生啊,死啊,只是个名词 活性永恒啊 回归清静的,清安自在 这样的活性是永恒的啦 人称师妈,法号原德 委员编号是56号的王沈月桂女士 为人非常的帅直 而且永远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对于上人要做的事情 她更是大力支持 这个慈祭委员的身份 是她一步一脚印做出来的 看看这个影片 是2007年 王沈月桂女士要为台中慈祭医院来进行募款 另外在2008年 她也为川敏大地震忧心 您看到即便是身体围绕 她坐在轮椅上 还是要捧着雀木箱来要大家发挥爱心 另外呢 在中国大陆旅客在台湾遇到翻车意外的时候 当时她一听到这个消息 就感到医院探望 因为她要代替上人来表达关怀 王沈月桂女士 她的个头非常的娇小 但是深入红中条理分明 也就是这样草根性的表达方式 往往她的三言两语就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身为人母 王沈月桂的心情总是非常的特别 既有对女儿的爱与席 又有对出家师傅的敬与众 1966年上人在克难中成立功德会 隔年王沈月桂就以29万5千元 在普云寺旁买了4500平的农地 让上人兴建金社 今天的慈祭就是从那一块地起家的 我现在不叫做相亲爱的料 那时候也很高 那钱我每天都要聚 聚到一个丁 聚到这么大队 在这边走 我刚才大伯就跟她说 没关系 跟她们都要看你了 我好 我如果做成功 我无论是就要做 老太太获达大度的胸襟 以及对事物透彻的证件 让她仍保有一颗童真的赤子之心 她爱师父更爱此寂 爱师父是因为母女之情 爱此寂是因为珍惜自己的惠妮 也相信她已经如自己的心心念念 在来到人间 而且回到慈祭的菩萨道当中